好 那么今天可以说是非常大条的新闻 当然就是这一个美国职棒的球星 日级球星大谷祥平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自己在IG上宣布他已经结婚了 我们来看他详细的po文内容是什么 大谷说他自己在到期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一招 而且还和同样来自日本的女性 以及爱犬一起展开了新的生活 那他也说他会在美国时间29号 也就是明天下午左右 上媒体报告结婚相关的讯息 只是他也呼吁日本媒体不要骚扰他的父母亲 不然他会提起法律诉讼 那这么大条新闻 当然今天我们也邀请到资深的国际记者 甲昱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甲昱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真的是今天让全世界的女性 好不管是不是女性 大家都非常震惊的一条新闻 是的确就是我们刚刚其实 在我们下楼来进行这个直播之前 其实我们公司就有同事说 我们人就在台湾 为什么大谷相评他可以宣布他结婚了呢 我也是这么想说 对 然后另外我们新闻部总监詹怡怡呢 其实他刚刚也有跟我有对话 然后我们就是有讨论到 新闻的处理的一些细节 那结果呢他就跟我说 我跟他报告完之后他忘记了 那为什么呢他就跟我说 因为大谷结婚的事情让我太震撼了 对就是我们新闻部的总监 詹怡怡小姐 其实他已经非常非常资深的 没错 看过无数的大风大浪 但是他也对今天的新闻感到非常的震惊 没错 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新闻不要说是大家的 其实在光是我们媒体里面 大家也都是非常的 让大家非常惊讶非常兴奋 对这个新闻传出来之后 其实办公室大部分很多的人都是在尖叫的 另外我们要来讲到因为其实呢 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大谷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他先前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他人生清单全部都列好 他什么时候要结婚 什么时候生小孩 什么时候要拿MVP 但是我们想要请教展玉格 他今天宣布结婚 这个计划相对来说 是不是好像有点落后 的确哦 这个计划其实是在大谷高三 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呢 其实就列出了这个人生的目标 而其中呢他是提到他26岁那一年 要拿到世界大赛的冠军 而且他要在26岁那一年结婚 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哦 这个进度可以说是大幅的落后 因为他今年7月呢 就要满30岁了 而他现在呢 才宣布他结婚 可以说是慢了三年 而且他世界大赛的冠军 现在还没有到手 只是呢在整个计划里面呢 其实他也有提到 就是他27岁那一年呢 他要打WBC世界帮手经典赛 而且呢他要成为经典赛的MVP 而这个事情呢 其实在去年28岁这一年 其实他已经完成了 那为什么会晚一年呢 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整个WBC是往后延了一年 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可以说大谷香平到目前为止 他的人生规划 除了结婚跟拿到世界大赛冠军以外 其实基本上是真的是照着他的人生的计划 他的目标在走 那在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他也提到了 他28岁要生长子 31岁生女儿 33岁生第二个男的 儿子 对就是次子 对那基本上 然后37岁那一年呢 他希望他的小朋友开始打球 对 那基本上他都已经规划得很好了 只是呢 大家刚应该知道了吗 28岁生小孩 他今年都29了 对 看起来是落后了 可是不要忘记 他是说33岁前要生三个 对 所以还是有非常大的几率 是可以达成他的目标的 对如果从现在开始 如果他老 万一就是他老婆 其实现在已经怀孕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会打标 是的确是有诸多的揣测 对的确的确 是像观众朋友会长他就说 大谷香平选在2月29号这一天结婚 四年庆祝一次就好 还蛮划算的 看起来是没错 不过我相信大谷小平是没差这笔钱的 的确是这样 而且其实他 发布的时间点非常的巧妙 因为他发布的时间点是在台湾时间下午的3点半 而这个3点半的时间呢 换算成日本时间就是下午的4点半 也就是距离 办公结束大概只能下30分钟 对 那换句话其实过去很多日本的艺人宣布结婚 包括像福山雅治啊 包括像新元结衣等等 他们宣布结婚其实都是在下午12点1点左右 那等于说有一个下午大家可能会觉得 他们的粉丝可能就会觉得茫然落实 然后想要我想要请假 下午想请假想回家了 对可是大谷小平他可能连这个都计算在里面 所以他发布的时间其实就给你30分钟 你就去厕所哭一哭 然后你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对大谷小平他是个计划通 对对对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包括连发文的时间 可能他都在他的计算里面 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其实他的 包括现在17岁那一年写下这些人生的目标 然后包括他今天发文的一个时间点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 是对没错 因为可以说他真的非常谨慎 所以他今天在选在今天宣布也让大家非常的意外 因为我们知道他结财刚从天使队转到到齐队 照理来说刚转队大家就会担心说 是不是会有个乱留期吗 就是你要稳定一下你的生活 跟你的球队要有一些磨合 但是你一转队就马上宣布结婚 是不是这也是他的目的 希望让生活赶快稳定下来呢 的确其实他在声明当中就有提到这个部分 他有讲说新球季就要开始了 所以他选择在今天来告诉大家 向大家来宣布就是他结婚的这个消息 可以看得出来呢 他为了新球季来做准备 他是希望赶快把这一个新闻的热潮 能够在球季开始前先解决掉 接下来他要好好的来展开他的新的球季 而且在声明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 就是他在道齐队展开了新的生活 这个在职业生涯上面是展开了新的生活 至于在他个人私人方面呢 其实也因为迎来了一个他的老婆 所以他现在呢 他也提到说就是未来将要有两个人加上一条狗 一起来迈向新的人生 而这个部分其实也看得出来 其实他的确就像欣怡刚刚提到的 就是希望能够在星球季的开始前呢 能够让自己的心给稳定下来 而其实在整个声明当中 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出这些蛛丝马迹 对的确他发布这一个讯息的时候 感觉还蛮平 就整个人的状态感觉还只有文字 但感觉是很平稳的这种状态 很安定的状态 那我们想要请教展玉哥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谷翔平他赚了非常多钱 有人称他是1015亿日元的男人 可以想像他一定平常花很多时间在练球 毕竟他的球技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 那大家就很好奇他到底怎么会有时间 谈恋爱 到底今天跟他结婚的人 过去的绯闻对象有哪些呢 其实要讲到说他有没有时间谈恋爱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或许都知道 大谷翔平他是个非常爱睡觉的人 因为他就说希望能够维持在场上最好的表现 那维持表现维持整个身体状况最好的方式就是睡觉 所以他其实是包括在比赛开始前 甚至只要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都会把握那个时间来休息 所以的确大家问到说他怎么有时间谈恋爱 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也都在日本媒体也都在猜 因为其实除了爱睡觉这件事情以外呢 其实他在加入日本职棒的日本火腿斗士队以后呢 其实他就跟队友讲过了 你们为什么要出去吃吃喝喝 你们为什么要出去喝酒 你们把这些时间浪费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拿得到冠军吗 因为他跟队友这么说 所以其实他的生活有很大的部分是拿来练球 跟比赛跟休息 所以换句话说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谈恋爱 真的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整个 除了他的老婆是谁以外大家最好奇的部分 而且呢其实从他进到日本职棒之后 就一直很受到大家的关注 可是呢在过去这十几年来 日本媒体从来没有拍摄到任何他身边有女性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 连这样的画面其实都没有出现过 通常是在公开场合可能真的是有跟一些女性 或者是女性的运动员有一些互动 可是这个都是在公开场合 在私底下他从来没有被拍到跟任何的女性有过太过亲密的互动 所以他到底什么时候谈恋爱的我们不知道 只是有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日本网友讲的 他们推测的 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他在去年呢11月他拿到了美国联盟的MVP的时候 在宣布那天他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就是他抱着他的狗Decopin 他抱着他的狗一起出现在这个颁奖典礼的连线画面上面 来发表他的得奖感言 而当时呢大家其实日本网友呢就在推测 你为什么可以养狗 因为一般的职棒球员尤其是他在进入到整个职业的球技赛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几乎每天都有比赛 而且有一半的时间呢他是必须到外地去打客场的比赛 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待在他洛杉矶的家里 可是呢大谷祥平却可以养狗 所以有很多网友当时就在推测 大谷祥平是不是有女人的 是不是有同居的女友甚至是有老婆的 而这个女性呢就是来负责照顾大谷祥平的狗 所以当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传言了 而事实上呢在过去这几年呢 他的确大谷祥平他也的确有很多很多的传言啊 就是他有跟很多日本的包括女主播也好 包括女运动员也好都有传过一些绯闻 而这些绯闻当然都是网路上的谣传 他自己都没有承认过 而且也的确都没有证据全部都是谣言 但是他唯一一个自己有去承认的就是日本的女星 这个芦田爱菜 这是他唯一有承认就是说 芦田爱菜是他喜欢的行 他唯一有承认 可是因为芦田爱菜他过去其实是一直都在日本发展 而且他没有跟大谷祥平有太过太多有接触 就是至少在连在工作上面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被认为说应该就是大谷祥平 他的确芦田爱菜是他欣赏的行 可是不见得说两个人就要交往或干嘛的 那除了芦田爱菜之外呢 比较大的一个绯闻的对象也是传很久的就是 日本的女排国手 前女排国手寿野武子 那为什么会讲到寿野武子呢 主要是因为寿野武子他女排选手嘛 他身高185 那大谷祥平190 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登对 而且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是一般的女性 太小只的话 可能跟大谷会高低落差太大 对是 对可是他如果选女排选手的话 因为身高也都很高 所以其实是很登对的 而且加上两边都是运动员 所以大家也会期待说 你们生出来的小朋友的运动能力会不会非常的好 会不会超越大谷祥平 对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也是揣测了非常的久 而且寿野武子的确他在他的社群网站上面呢 是多次曾经暗示过自己跟大谷祥平在交往 他有po过一些大谷祥平有的配件 对那当然大谷祥平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然后寿野武子他也没有明白的说 但是他就是偶尔会po一些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是让大家的整个传言可以说是 不断的在传啊 对不过呢我们不去在这边跟大家说 寿野武子其实呢他也已经结婚了 他在大概两年前左右他就宣布他结婚了 所以当时大家就想说 哦好原来你跟大谷的东西可能就是 maybe就是大家在传而已 嗯对 对那其实过去 卢田爱菜是因为大谷说 有自己亲口承认这是他喜欢的行嘛 那寿野武子是日本网路上面 谣传最多的 那事实上呢大谷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第一次秀出 他有养一只狗以外 其实他在去年的12月 在跟一个日本的他的赞助商 在拍影片在帮忙宣传的时候 其实呢他也第一次提到了结婚 然后也第一次提到了生小孩 对那过去其实他对于这样的话题 他基本上都是不接受采访的 可是在这一次的去年12月公布的这个影片里面呢 他是第一次提到这样的事情 当时其实也有很多人在揣测 他是不是想结婚 因为那时候他是说呢 包括结婚包括生小孩 这些东西呢 他当然都在他的人生规划在内 而且他希望就算是结婚过后呢 都能够过着平稳的生活 那当然他现在还没有退休 所以要过平稳的生活可能 是有一点难度的 不过呢至少他在去年12月 是已经透露出他的这样的一个期许 他对自己的期许 他这样的一个盼望 对那今年不过大概三个多月 两个多月而已 对他就宣布他结婚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去年年底 包括养狗 包括这个访问 其实大谷祥平都已经开始在暗示大家 有这一天到来 是其实已经埋下伏笔 那到底这个人是谁 其实明天大家应该就会知道了 那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展玉哥 今天来到节目上场 帮我们进行详细的分析 谢谢展玉哥 谢谢馨姨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我们刚刚有讲到 刚刚大谷祥平有说到说 他的绯闻其实一直都没有断掉 不过呢八卦媒体过去 其实也从来都没有捕捉到 他有跟女性单独见面的照片 那么但是尽管如此 就算我们说的 其实去年他就有谈到说 包括结婚生小孩 希望未来可以安稳的过生活 没想到今天就 无预警公布了结婚的消息 大谷祥平全球最知名的黄金单身汉之一 他在镜头前第一次提到这两件事 结婚还有小孩 这是大谷从来没有主动谈过的话题 已经满二十九岁的他 似乎也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生活 尽管如此大谷在访谈中还是说 希望能把握当现役选手的机会 好好享受棒球 毕竟他和稻奇签下十年七亿美金的天价合约 不管是稻奇球迷还是媒体记者 都在期待他能够到齐拿下世界冠军 我被刺激了 作为洛杉磯 我们最近不太迷惑了 所以希望在访谈 我们能够赢得世界冠军 只要他跟英雄和英雄和英雄做了 那会帮助洛杉磯赢得勝出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